我从03年04年回大陆 从欧洲回大陆以后 其实一直在画三种方向的东西不同 但是唯独这一种促使我往前走 整个这个展览会里面 我最在意的一张画 就是街戏街东方那一张 我是试图体现 就是现实生活对我的刺激 在激发出一种历史的同时性 让我因此得到一种当代的追求 完成一种当代性的追求 我想那张画是借助西方的技巧 表达中国的内容 借助这个过程实现的一个高度 很感谢美国中国艺术基金会的 杨浩先生能够帮助我抓住 这个时代的一个 非常敏锐的一个点 顺着这个点继续往下走 这个展览给我的最大触动 就是在这个点上 这是2004年的一张 当时是在巴黎上 参加的是法国秋季沙龙的一个展览 很有意思就是在展览会之间 大概有五六百副作品 不这么画的很少 几乎都不这么画 可是它有很多画画 这种色彩和薄的这种感觉 是从印象派来的 我就感觉到法国人一定 继承这个传统 不这么画画 这是我等人一样的深迷 为这张画 这应该是我第一个 用写意的方法画 把中国古代题材尝试起步 就是在法国的一个沙龙岛 刚才那张古运是2004年创作的 这一张是2005年 它是一个衔接的点 所以总想找一个中国的古代题材 继续寻找这种写意的方法 这里面这两张画 我有两个人物我非常喜欢 就是左边的那个 像是水墨画的那样的人物 很写意的 再有就是韩西仔这个形象 这两个形象 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它就是凭寄性的运笔 来做这种效果 而且我也想到了 像雷诺阿这样的一些画法 他们的印象的画法 刚好跟中国的水墨 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这样它就像 像它那个床的侧面的那些水墨 那样的画法 你看 它就跟用色塑造形体 衔接起来了 这是一种试验 这张画如果挡上这个老头的这个头部 你会发现它完全是抽象的 所以它的第一遍 完全没有任何形体 是一片墨色运笔 然后在这个一堆 没有形状东西里边 寻找形象 头是后装上去 这是它的一个画法 就是中国人很多画抽象的地方的时候 最后都给它一点实的东西 让它带领抽象 走向一个具象的想象 这个张画是2007年创作的 它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插曲 就是07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全国性的美展 所有的画都送到湖北 送到湖北美食学院 结果我就把这幅画送去了 我是坐飞机 加了这张画上了飞机 然后就到湖北美院 放在他们那个评选大厅里 然后我就在那等 结果 最后他们说 在评选的时候 冷军先生第一个发言 非常有意思 这样认识冷军了 冷军说 这话太当代了 他这话有点太观念了 结果就 这张画最后还是落选了 然后我又坐飞机 加着把它加回来 所以飞机的来回 加在一起 和在那边玩了几天 就是因为这张画引起的 但是我在那边画了一张 不错的写生 就是南京长江大桥 这是一个明代的一幅小品 应该是唐魔鬼的 然后有一个石带 我坐在里面 这样的那个感觉 好吧 这一幅有两个可以说 第一个它的背景 或者它是这个 屏风里面的一个图案 或者它是窗外的 一个真实的景色 这两个我 这两个我至今也不知道 它属于是什么 第二个看见就是这个头部 我们过去画这种绘画 头部都不是写实的 但是我希望用一个写实的写声 来替代 这是唐魔鬼曾经画过的一个题材 他就是画过去的文人时代 然后曾经复词给这个歌女 给这个谈疲乏的女人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故事 我只是觉得这个场景 有一些神秘的 包括点上蜡也会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关键是要借着这个题目 借题发挥去画技巧 画这种写意的方式 包括这个 还有这种感觉 基本上是一种想象的话 没有更多的含义 这个地方薄一点 它厚一点 仅此而已 感谢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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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